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2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法国已有数万的潮州侨胞 他们在这里打拼创业 开拓进取 如今多数人事业有成 但依然爱国爱乡 失忠坚持共同维护祖国统一 广东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李扬春表示 通过此次来法考察访问 自在慰问侨胞 了解侨情 了解中法商务往来的相关情话 和广东籍留法学子的现状 同时宣传广东的地方文化 希望促成法国与广东之间更多的经贸往来 李扬春副会长 欢迎旅法华人华商和广大侨胞 积极关注广东 为组织国和家乡发展贡献桥栗 创造海外华商华人的独特价值 法国华人卫视巴黎报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